是 你的給戲有點多 好 你們知道是在大陸的海裡 然後假設你是自己去的話 他會安排一隻熊都在你對面 啊我今天就是 安排一隻狗 好可以 好 那即將開始 老師 好 我再複習一下我的關鍵字 第一個 來自北宋 同樣跟我一樣也是摩蝶座的書式 第二個外床老師 我剛剛講那個補習班那個玻璃啊 就像這樣 我在上面一隻請女生用 白狼筆在上面洗 這樣有沒有怪怪的 不怪嗎 還好 還好 有點挫折 我最常的就是 我希望 未來可以趕快 經濟跟時間上都可以做得自由 都可以去做創作 這樣 好 好 那我再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真的每個人都一直會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舒適 簡單來說 我非常欣賞出動過這個人的才華 所以我就把它當作我的面子 時時刻刻 來提醒我自己 可以跟舒適一下 才華 所以我就把它當作我的面子 那為什麼呢 英文名字是康斯 康斯的名詞 舒服舒適的意思 對 舒適 但是他跟我們說說 他有寫意要做要摸摸 對 有人會說 就從我為鬆狂 鬆狂 鬆狂 那我在雲島社團的時間 我在國蘭第一屆社團 一直在第一屆 就獲得了最佳社課的安排 跟運作的利益 跟英文姓社團的特色獎 那除此之外 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參加修國團 手修隊 也爬了五十幾座版 因為 下一個 那因為我過去做還蠻多的事情 所以我就有現在 在一零五年的時候 獲得了大莊 優秀青年 好 就是這大 我覺得它是一個 比我的畢業證書 更值錢的東西 因為 我做很多事情 對 那接下來 我在畢業之後 我有一些打工經驗 除了前面這兩項之外 後面全部都是在 畢業後 十個月內完成的 有很多資訊 你們看過 英文姓社團 跟班長老這些 都是你們平常常聽過 因為我想要去體驗企業 有很多文化 我在畢業後同時 我也有進行很多的 講座分享 跟教學的經驗 好 開始介紹一下 你為什麼會走向攝影這條路 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 看了第一日課 非常的喜歡 為什麼我非常的喜歡呢 因為 裡面有非常多漂亮的地址 我心裡想 好想要去啊 除此之外 我也有一種 從頭想要把它拍下來 每天也是要拍下來 對不對 對 好 那 這是我在2010年10月的時候 第一次來打演拍下的照片 你們說 這是還滿有天分的 有 有 從此之後 我就沒有放到相機了 有沒有很久了 對 好 那我主要拍攝的題材是 設計攝影裡面的藝術自拍 這個再等一下 我會做詳細的介紹 那 我主要拍攝的題材是 顏料 玫瑰花 來做一些影域 我也會用白馬 比較瘦 跟攝展 來做一些象徵 我會拍攝一些廣告的攝影 像是 啤酒泡泡是怎麼拍出來的呢 咖啡的水波紋是怎麼拍出來的 這都不是用後製的 是真的把它拍出來 這些都需要技術 我在去國外的時候 也會做旅行攝影 好 那我去台灣爬高山的時候 我也會拍攝三月攝影 美嗎 美 美 好 那我講一下 為什麼我要在十大成立一個社長 叫做十大影像藝術創作社 我當時 其實我是想要創立調酒社 可是 如果想一想 調酒社它是顯學 未來可能會有十個滴妹 會去創立這樣的社團 所以我想要創立一個羅伊五二 沒有人會創的社團 這才能發生我的價值 好 那我解釋一下原因 第一點 我夠喜歡當代攝影這件事情 好 第二點 我未來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創作者 我希望藉由這個平台可以認識更多的創作者 第三點 我那時候是在十大就學的最後年 也就是說 那是我最後一次機會可以穿立社團 除此之外 我也想知道我的能力可以把社團帶到哪裡 好 那我開始介紹一下影像創作是什麼 影像創作它是一個大圈圈 也就是說它是燈幕 影像創作裡面可以是平面的 可以是攝影的 可以是動態的 平面的可以像是你們平常所看到的魂圈 這些都算是影像創作的內容 會畫的話 你們想到了嗎 像水茶 油畫之類的 動態的話 可以是動畫的 可以是不建議的 那 我在創建那個社團的時候 我主要著重的是在設計攝影這裡面 什麼是設計攝影呢 從字面上看來 它就是設計出來的影像 那什麼是設計出來的影像呢 也就是說 在拍到之前 你會想好故事性 燈光跟道具 要去做拍攝 這樣的攝影稱為設計攝影 不是說我拿了一台相機 我就可以去做拍照 例如設計攝影上面的分支 藝術自拍 時尚攝影 跟編導之攝影 這些都需要透過在視線的溝通 安排才可以去做拍攝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 好 那大家跟請我分享一些 社團裡面的小故事 我講一個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那時候在創立社團的時候 是一開始要做連書的動作 那我那時候大概給一百三十個人簽 重點是我拿著一本還蠻厚的資料講 我給每個人看之後 他們都要回答出就是一些問題 我才會給他們簽 所以一個人大概就要花一節課 十分鐘甚至到半小時的時間 那我直接有一天 我遇到了一個我認識的人 然後我就給他看 可是呢 他跟我說 不用啊 我覺得不用創立這樣的社團 因為師大已經有攝影社了 你創立這個社團 沒有那個必要 你可以獨立在他下面就好了 所以他就不願意幫我簽名 那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有展覽 他會去看 有點挫折 都莫名為行 我分享一個困難的小故事 就是我一開始 穿立社團的時候 我課程加外拍 我總共就是 拍了二十 接近二十堂課 那時候幹部就跟我說 欸 這樣可能有一點就是不太好 然後那個跟我講的人 是一個原本非常欣賞的人 可是他就一然一然的退掉了 因為他爬之後可能 會滑很多機 對他需要去承擋這樣 那最後我也是正面給他看 那會是個美麗的結局嗎 當然是的 我大概第一屆 我就帶社團走向就是 最佳課程安排的第一名 還有英文性特訪的特色獎 而且 我自己是白手起扎 可是我最後留下十萬塊給他們 好 那我過去啊 都會訓練幹部怎樣去解釋 就是影創設跟攝影社的差別 現在我只要一張圖跟幾張作品 就可以解釋 例如 書式的設計設計概論 還有 優雅的影像敘事創作 也可以是成威的影像印象世界 那這幾張是創作者作品 用這一些就可以解釋一切 更就不需要再去跟別人做 攝影社跟影創設有什麼樣的差別 好 怎麼樣是自拍呢 大家認為自拍是什麼 拿相機自己拍 幹嘛幹嘛幹嘛 拿手機自己拍 那 沒錯就是大家所對 制裁的那個認識 那我就來解釋一下 這個是我現在出來這邊要發揮的功能嘛 好 好 那我現在接下來要介紹 設計攝影裡面的藝術姿態 好 藝術姿態的第一是什麼呢 我從第一個跟第二個關鍵字 Self-Porture 自我削降美術攝影 跟自我為主題的美術攝影 這兩個關鍵字去查詢 你會查到 Self-Porture in Contemporary 就是這兩個會查到讚的意思 那這三個敘述 它都有自我為主題的意義 而Contemporary 它有當代藝術的肖像的意義 好 這也可以動嗎 好 那我繼續 但相機面前偽裝跟自我戲劇化的衝動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台相機來了 你是會在它做出微笑 或是一個讚 這些動作 那這些動作呢 其實就是你想要表現給社會大眾的 併附近是你真正的自己 所以我才說 那是一種偽裝 做我戲劇化的衝動 就像是這樣 這些都圍繞著 以我們自己個人生活為藝術的主題 這樣子 這個也可以懂得主題 那藝術自拍的定義 第三個 一個劉美回臺的藝術自拍攝影師 它叫韓明星 它在定義藝術自拍的時候 它不是用selfie 最後被你去查 Google關鍵字 你會看到很多這樣的照片 在我們這裡是用self as subject 以自我為主題來定義 那self as subject 它是屬於比較創作性的 比較屬於內心的狀態 簡單來說 就是由相機 把自己當作一個主題去做研究 這就是selfie 我以前的我 三年前的四年前 那這個的話就是 以自我內心 把自己當作一個研究 這樣 大家可以理解嗎 好 什麼是自拍呢 那不舉這張為例 這張的話 這邊是六點鐘 另外一邊是十一點鐘 六點鐘是什麼呢 六點鐘的話 就是服務業時間 很多服務業 例如星巴克 我以前在那邊做過 我們六點就要起來打 不是 六點就要到了 那十一點通常是下班時間 也就是說 這個時間是令我非常補血 由我先來去看過去 會覺得 欸我那時候實在是浪費時間與青春嗎 不過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越來越珍惜現在 好 那我就想好這樣的構圖跟背景 然後我請我朋友 幫我按下快門 就是我把相機的那個數字都調好 才請他幫我按下快門 這叫做自拍 第二種自拍呢 它可以是用物件式語言 韓星說那個剪刀是他的男朋友 那那個玫瑰花是他的自己 像是他自己 也就是說 呃 他用自己的那個出發點來講的話 就是男朋友對他可能有一些少拍 讓他就是被剪斷的不太舒服 所以可以用就是這樣的自拍模式 或是用物件模式都可以算是自拍喔 好 那我要解釋一下我的一張 我的一張想要表達的是凝望跟凝望 想念卻不想見的人 我為什麼會用馬頭跟白馬來做評語呢 因為我從小是一個非常不想要當那個女生的一個人 那我就會長大之後 在影像之中把白馬跟老頭那些 來看證我自己白馬王 對 所以就我會用它來評語自己 那為什麼我會去海邊用海邊這樣的場景呢 是因為我覺得是海邊會讓人家覺得是釋懷的 是開闊的 是豁達的 所以我才說靜靜的看著海 或許就可以學會了豁達 所以我才會常常以海作為比賽 那這張呢 藍色 像我今天都穿藍色 這張藍色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那我也把它引入我過去 對我也非常深刻的人 就這樣在我身上留下洗不掉的印記 這就是我做的領域 這樣子 好 玫瑰花呢 這張非常簡單的概念 用玫瑰花跟保鮮膜就可以 就是大多數的人們 就是特別是在上大感情上面 就像玫瑰花一樣脆弱 即使你想要拿保鮮膜 它不可能可以讓它保鮮 那不如你一開始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多想一點 一點點都好 好 那這張呢 我用各種不同的色彩 來引力為 我有非常多的嗜好跟興趣 那我希望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多 嗜好跟興趣的人 可以讓朋友認為 我是一個 就是比較不為力的人 因為他跟我在一起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嘛 同時這也是我自己的自我器具 但是你們就是 最近我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呢 我過去藍色印記 就像粉塵爆炸 然後就是讓我沒有辦法平靜 幸運 有一個目標是 可能是我非常想做的事情 可以因應我一直不斷的去前進 這個是我最後想要送給大家的 這當然發想 來自於 我過去在Seven 搭兩個月的打工 那客人啊 四日都會從那個 位置裡面還是冰箱 拿出一些他們想要的商品 去做結帳 那我一直刷那些結帳的東西 我就想著 其實也希望我自己有一天 可以成為被客人選這種商品 去結帳的那個對象 所以我想要告訴你們 是有那麼一天 那有許多人用一刷走頂的時候 或許你究竟成為你們的天賦的 盼心 送給大家 最後 陳瑋斯特在等待 謝謝 這件書是 那個 好 記得把狗蓋著 好 好